今天一於和大家去一個地方 就是長洲 除了吃東西之外 還帶大家逛逛山 還見到飛行服務隊工作 我們今天搭了快船 大概40分鐘就來到長洲 這次沿著這裏東灣路 看看這裏有沒有不同了 因為差不多有成年多未來過長洲 大致上都沒有改變 長洲的愛情所 就等於好像韓國首爾 南山塔裏的情人所一樣 都是一些景點必到的地方 如果你有曾經來過 一定會和愛女寫過一些甜蜜的話 而跨在這裏 我覺得不只遊客 就算我們這些香港的本地人 來到這些地方 都會進去店裡 可能看看有什麼 適合的長洲禮物 可以拿回香港 不如大家慢慢欣賞一下 大家慢慢欣賞一下 前面有三間 有兩間是Cafe 另外有一間也是買文具和食物 慢慢欣賞一下 我在這裏買不買到東西 就買了一個小小的卡片套 不知道你們覺得 最近好像去到哪裏都很多人 來到長洲 其實比我想像中 真的多人 長洲的東灣泳灘 絕對是一個打卡的好地方 尤其是在這個入口 不信任看看吧 好 今天帶你去另一個地方 記住在東灣的沙灘 轉右 然後看向你的左邊 記不見到一個籃球場 你看看由籃球場 看出去的話 全部都是沿著海邊走 是不是很浪漫呢 記住一路走 走到尾 走到尾 記住來到這個十字路口 就靠左了 左邊你就會見到一大片海 之後繼續走 你會見到華威酒店 即是長洲體育路 一直都是沿著這裏 走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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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一路都是靠著海邊 左手邊走 那你就一定不會錯 而你右手邊 會見到 這個就是長洲滑浪風帆中心的露天茶座 一會兒我會在這裏吃東西 看不見到左手邊的一片大海 這個就是觀音灣 還有滑浪風帆第一攤 即是觀音灣 就是當年李麗珊拿了奧運金牌 他就是整天都在這個灣裏滑浪 有空間真的可以來這裏打卡 這邊的海真的很平靜 比起另一邊真的舒適很多 由這裏走到長洲的觀景台 大概還需要差不多20多分鐘 所以就準備在這裏打卡 因為一會兒可能真的有時間走 記住一會兒沿路 去到觀景台你就會覺得值得 因為那裏真是出名叫做 長洲的天涯海角 又是繼續啦 誰叫你窮呀? 頂呀想繼續走呀 來到十字路口 千萬不要走錯 記住都是向前 我們的目的地 是芝麻灣的觀景台 繼續繼續向前走啦 整個人趕快 悲心時回答聲 我意思是走多5分鐘 便會到第一個觀景台 努力吧! 第一個景點出現 芝麻坑的觀景台 在這裏可以看到一整片海 不過依然有些樹會遮蓋 所以不要灰心 今天第二個景點 很快便會呈現眼前 記住在第一個觀景台的左右邊 都有地方可以走下去 看另一個景點 這次我們先沿著左邊 今天和大家來到這裏 慶之所至 你猜是哪裏來的? 千萬不要以為這裏是長城 像不像長城? 其實這裏是長城 來了觀音灣 不如和你一齊走去觀景台 沿途已經聽到一些水聲 因為我的右邊其實就是海灘 很快便到了 已經一味道 快了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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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景台 你看到嗎? 看到我身上的觀景台 我忘記了什麼石 好像是什麼羊石 這裏還是羊石 我看回資料 原來這個石叫做饅頭石 即是吃得那些饅頭 記住走去這個艇 前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真是令到你心亢神異 好棒啊 這裏 原來這裏叫饅頭石 即是吃了那些饅頭 小長城 這裏好像萬里長城 小長城 當然要繼續拍照 記住 多走幾多級 就要走上幾多級 接著在觀景台轉右 另一邊的新景象 嘩 這裏真是好美啊 好像長洲的天涯海角 這塊是甚麼石 叫做花瓶石 我就看不出它像一個花瓶 我以為它是海狗 不知道你們覺得像不像呢 但這裏的景觀 真是超棒 超美 我只在這個地方 真的拍了很多很多很多相片 而且呢 其實我來長洲這麼多次 都是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真的好值得大家來的 嘩 看一下這個位置 好像去了外國的地方 拍一些世界地圖 世界公園的地方 這個絕對是你打卡的好位置 你們真的不要錯過 下次去長洲 記住來這個地方 打卡 看看海景 一流 鏡頭一轉 我們來了這一幕 原裝給你聽聽聲音 飛行服務隊 我這個大香里 真是第一次見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 所以我都急不及待和自己自拍一張 原來是有個婆婆不舒服 因為他們要送他出去港島的醫院 所以飛行服務隊就要出動了 我們看完整個過程 不如你們也看看 看看 婆婆也安全地上了直升機 直升機準備悶悶地升起 我告訴你 它升起的時候 非常之大聲 非常之大風 吹到我們頭部真的有點暈倒 吹到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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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機飛走了之後 嘩 聽不聽到 一片直不直 我們就在這個露天茶座 準備吃我們的下午茶 我們就選了山啤和紅豆冰 因為它一杯檸檬茶都要賣四十幾元 所以我們當然要點紅豆冰 因為差不多價錢 還有來了春捲和雞翼 味道相當不錯 環境優美 長洲教堂路這一檔的豆腐花 哇 真是滑到不得了 抵贊 誠意推薦 還有這間長洲角落 就是賣一些沙冰 飲品和甜品 都是長洲打卡的好地方 在長洲玩了大半天 捉住黃昏的尾巴 這個真是直揚無限好 好了 今天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VTi Channel 拜拜